俗话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哪个在外打拼的人不想回家呀 可回家过年 就真的快乐吗 无碍 大家高高兴兴地过年 无内 这对老夫妻俩相视而作 父亲在外搬砖一年 辛辛苦苦挣来了八千块工资 但老两口怎么也没能想到 自己的血汗钱 最后竟成为了家庭闹剧的导火索 母亲看着外面的热闹独自出神 二老是没有孩子吗 不 他们不仅有孩子 还足足生了五个 大年初一 母亲包了一大桌饺子 辛辛念念地想着 孩子们今天都能回来 但父亲却想起了去年的闹剧 说了一句 要是早星计划生育 我把他们一个个都计划 这时 在外求学的老二 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回来了 一进门 就拿出给二老准备的新年礼物 把家人逗得直开心 随后却话锋一转 迫不及待地说起真正来意 说自己年后要去沿海考察 现在手头有点紧 母亲想着 这大过年的 自己还有点积蓄 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但父亲听了却生气地走开了 说自己这把老骨头 还要哪里值钱 就算称金卖掉 也就是几张大团圆 所有人都惦记着 老人那点辛苦钱 就连唯一的大孙子 也对他说 原本大儿子带着孙子回来了 母亲见到小孙子满心欢喜 但是大儿子是个怕老婆的 大儿媳不让大儿子回家过年 于是 准备打个招呼就离开 这一切却被父亲看在眼里 既然都看见了 大儿媳只能带着大儿子返回来拜年 第三个回来的是大女儿和大女婿 大女儿柔柔弱弱 已经流产过几次 但这次 一进门就告诉母亲 自己又不小心流产了 看着虚弱的女儿 母亲急忙将女儿带进屋里 还对大女婿说着 让大女儿在家多住几天 只见女儿还想说点什么 却被大女婿眼里呵止 大女婿是个爱沾花惹草的主 不仅在外出了名 在家里 对老二的女朋友也手脚不干净 握着的手就没松开 见到丈母娘主动对老婆这么亲近 就趁热说出了 让丈母娘投资股票的事 母亲看着大女儿 只能嘴里应付了事 大年初一 这个男人拿出箱子 竟然要求亲戚为自己的婚礼募捐 他是家里的小儿子 父亲评价他 吃啥啥不剩 干啥啥不行 有点歪财还都用到这儿啥 小儿子没工作一直在家啃老 让他啃也就算了 这小子花钱还大手大脚 这不带着女友赶时髦 看了一晚的春节当电影 看完电影再打得回家 钱哗啦啦的全花了出去 这两人回来了之后 更是招呼都没打就去睡觉 父亲看见两人还没结婚就睡一屋 立马把自己不争气的儿子叫了出来 这时 母亲将父亲拉到一边 悄悄默默地告诉他 二女儿和女婿也要回来了 父亲面无表情 二女婿是个架子工 女儿为了和他结婚 自己偷走了户口本后私奔 一转眼好几年 两人现在才等回来 父亲叫来不靠谱的大女婿 询问这二女婿的情况 这大女婿出口成诗 说二女婿挣钱不干净 而且涉嫌灰色产业 已经被人坐实了罪名 父亲满脸担忧 这时 二女儿和女婿回来了 父亲将大女婿叫来当面对质 谁知大女婿临阵改口 说话颠三倒四 看这情形 父亲也已经知道了个大概 二女婿一正言辞 说自己的每一分血汗钱都是正经钱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大嫂看上了母亲的传家戒指 说公司的同事都戴着首饰 只有自己光吐吐的 总是招人笑话 母亲心里跟明镜一样 刚假一要摘下 就把两个女儿着急坏了 二女儿立马让老公去买一个 大嫂嘴里说着不要 手上却很诚实 戴上戒指就说娶不下来了 家里只有最不招人待见的二女婿 在老老实实地帮着母亲干活 忙里又忙外的 二女婿无父无母 白手起家 又比女儿大了八岁 在家里连饭都不让女儿做 这可把母亲看得开心坏了 想着 自己的女儿可算找到一个可靠的人了 而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大女儿 实则却没有那么幸运 真正在干些偷鸡摸狗事情的人 是大女婿 这大女婿不仅人不老实 还惦记着分钱才回来过年 大女儿的流产根本不是什么意外 是大女婿不想要孩子 才一次又一次地让女儿流产 母亲看着大女儿直心疼 可这又能怎么办呢 团圆饭终于开始了 大嫂只是儿子先拜年 小孩拜了一圈后 赚足了零花钱 随后二女婿说了句掏心窝话 给二老敬酒 到此为止 一家人还算是其乐融融 但到了二儿子这里就开始变位了 老二站起来就敬了父亲一杯 说希望他能借钱给自己做调研 团圆饭上 儿子论老子借钱还是头一回 老二还没结束 小儿子就拿出个大箱子 希望大家能为自己的婚礼出点份子钱 父亲坐在一旁 表情耐人寻味 这一家人 此时更是各个心怀鬼胎 大过年的 老父亲气喘吁吁 将一捆厚厚的钱砸上了饭桌 都愣着干什么 不都挡着这道菜吗 虽然没人敢动手 但是嘴上功夫却一点不辣 先是二儿子和小儿子 谁都不肯让谁 二儿子美其名曰称 男人需要先立业再成家 当初自己结婚 就没有问父母要钱 这小儿子就不乐意了 说你本科研究生的费用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要不是功老二上研究生 家里还能省出一大笔开销呢 两人真问不休 就在这时 门外来了位大妈来找大女婿 原来是大女婿 把别人姑娘的肚子搞大了 大女儿哭着和母亲诉苦 得知消息的两兄弟齐心协力 将大女婿一顿暴揍 屋内 大儿子一个人喝着闷酒 对哭哭啼啼的大女儿说 人太老是容易受伤害 这句话说给大女儿 也是说给自己的 大儿媳回来 发现桌子上的钱不见了 立马变了脸色 这终于惹怒了大儿子 大儿子抬手就是一巴掌 紧接着又是一场恶战 上一年大儿媳发脾气 未打碎的镜子 今年总算是被摔破了 一桌团圆饭 一地乱鸡毛 破碎的不只是镜子 还有老两口的心 影片结尾 老两口坐着雪橇离开了家 伴随着粗犷的歌声 和凄凉的歌词 垂垂老矣的身影 消失在远方 这顿五味沉杂的年夜饭 桌上是美食 桌下是人性 是人们最不愿意承认 却也最真实的写照 简直就是家庭的照妖镜 悲苦酸甜 全部原形毕露 当然了 也有很多 其乐融融的家庭聚会 不能一概而论 只要不是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帮爸爸妈妈 摔摔筷子砸砸碗就好 都说长大后年未就淡了 其实不是淡了 而是长大的人变了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大家都能岁月接近你 万喜万般宜 如果所有人都祝你新年快乐 那我祝你便利山河仁爵的人间值得 我是老马 咱们下期再见哦